所以这一次的花莲地震 对于台湾站立保存基地 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如果受伤很重的话 甚至对于连蔡英文跟赖清德的逃生路线 也要重新规划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台湾花莲 东南外海发生了7.4级的地震 这7.4级的地震 使花莲成为一个重要的灾区 这个重要的灾区 我们看 它受到损害的地方 从花莲的崇德 各位知道崇德 它是花莲的水泥之乡 崇德是台湾水泥公司 在这个地方还有远东水泥公司 他们都在这个地方挖水泥矿 从崇德到花莲 在崇德以上 苏花公路的清水隧道 就是清水淡癌那边 如果来过花莲的话 这个是花莲非常重要的陆路交通的大动脉 就是说如果苏花公路 一旦发生问题的话 花莲一定成为孤岛 就是说陆路交通必然不通 除了这一些以外 各位在看花莲 太鲁阁的风景区 太鲁阁的风景区 现在完全封闭 是落实如雨 可以看得出来 花莲这个地方 是一个地质非常不稳定的区域 那现在花莲市 有几栋大楼已经倾斜 甚至于花莲的新籍饭店 新兴的新 新籍饭店 美伦饭店 它的外观 已经有裂痕出来 况且砖头 就是落砖不断 那从这一些各位来看 花莲向来是台湾 战力保存的军事重镇 这个地方有三个单位 第一个单位 就是花东防卫司令部 第二个单位 就是空军东部作战指挥中心 好 那第三个 从苏澳南澳一路到花莲 它都有军港 就是属于168舰队的所在地 这个地方 是台湾战力保存中心 是全亚洲最大的战力保存中心 那花莲就有一个 大概大陆朋友都听说过 叫做加山基地 加山基地 它整个的基地 它的抗震力度 高达七级以上 可是这次是七点四级 七点四级 那花莲的加山基地 是三副挖空以后 是把飞机藏在里面 真正需要使用的话 它会 从三副里面拉了出来 因为花莲机场它有两条跑道 一条跑道就是衔接加山基地 一条跑道是民航基地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进行所谓的夜航训练都在这里 那它夜航训练的范围 各位可以看 几乎都从北部的基隆 一路沿着南澳 南澳有一个雷达站 雷达站一路下来到崇德 崇德下来到什么地方 就是加山基地 那现在崇德的情况那么的严重 那加山应该也是 加山应该也是会受创 只不过它受创的状况是不明 因为它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就是我们讲的叫做七级以上的强阵 然而这次是七点四级 而且贴近花莲 贴近花莲 那至于它的灾情会怎么样 截至目前为止不晓得 但是我们再过来看 一旦花莲的灾情非常严重的话 各位看三个机构 马上就会受到影响 一个就在美轮饭店 美轮山旁边的花东防卫司令部 这个司令部我去过两三次 加山基地我也去过 好一个是 花东防卫司令部 另外一个就是空军的东指部 东部指挥部 东部指挥部 那空军的东部指挥部 各位来看看 它负责管理的就是加山 还有建安四号的制航基地 这两个地方 再来看168舰队 所以这个战力保存中心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经过这一次的强震以后 能否安然无恙 那现在还在 还在统计之中 能否安然 现在大家不知道 但是就我的朋友 他告诉我 他说 现在基地内都还好 他们主要是要看基地外 基地外的跑道 还有基地外的维修厂 有没有受到损害 如果受到损害 那事情就非常非常的大 这个是加山的状况 那至于花东防卫司令部 现在也派员 准备派员到花莲 抢救灾情 那168舰队 各位可以看得到 他从苏澳 那现在南澳 这一段路 清水淡癌 这条路已经完完全全崩落 那崩落以后 就是陆路交通 反正不通 那现在勉勉强强 花莲要靠什么 他要靠空运跟海运 但是海运 时辰太长 那空运呢 现在正在详细调查 是否受到损害 所以这一次的花莲地震 对于台湾站立保存基地 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如果受伤很重的话 甚至于连蔡英文 跟赖清德的逃生路线 也要重新规划